老师要不要选 老师要不要东山再起 我怎么敢讲说好 我一定东山再起 什么都有可能 脸书拥有52万铁粉的最狂教授李希坤 放话选台北市长 我的粉丝们也会一直叫我表态 九成跟九成九是一样的 你没有差那个0.1就不是十成 九点钟的车子结果八点五十 你总要决定要不要上车嘛 要不然车就开走了 如果李希坤参选将会强碰 一样是台大人出身的柯文哲 四大运以后他面对两岸 所有这些加起来的表现 只有我敢讲柯市长是胆小鬼间土包子 犀利炮轰 李希坤没离开 2018台北市有机会出现双P对决 寻求连任的柯文哲柯P 本身是台大医师 帕尔昆现在是台大政治系教授 28年前跟尤卿PK台北县长落败 很有可能重出江湖 那个时候国民党告诉我说 面临到反对党的一个候选人的条件 这个状况 我考虑五分钟我就下去了 我们男人就是茶壶 女人就是茶杯 所以一个茶壶可以到很多茶杯 你跟讲这种屁话 天天爱非常虚伪 你又泡妞 又爱妞 又不娶妞 你在搞什么 那很多女孩子是一样 又爱又不敢爱 你在搞什么鬼 教学方式幽默 侠高人气变高龄网红 李希坤可能成为角逐台北市长的大黑马 不过文化部长郑立军 最近也被同党同志蔡奇昌拱参选 谢谢蔡布院长的看重 那不过我没有思考过选举的问题 郑立军没把选举列入选项 倒是各界频频点将 柯文哲连任之路 对手将一一杀出 记者季冠红邵日敏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